所有人都知道我叫孙自轩 我说了在起名的时候 我爷爷给我起的时候 这个轩字 我那个字是家谱 是客族家传 多方倚自权 那是家谱 轩字是个生辟字 钱都打不出来 所以我才改名 我老师给我起的叫孙英雄 然后我一直用的名字也是孙英雄 包括我一直在讲改名以后 改名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说你去改户口本 兴获令生不一动 是在于别人怎么叫你 你留下的这个名片跟印象 是不是好记 是不是能够一下就能想到 你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名字 表达你想要成为的人 跟这个挂钩 这就是一个好的名字 所以我说我就没有去改户口 因为那个名字 毕竟是父母 是家里给的 你去改了户口 感觉好像就把这块的 这个东西给断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改户口 现在读书自己改户口很简单 所有看我直播的都知道 不知道的那些人 我从来不解释 我也不去说 为什么 因为人会觉得 你看你名字都是假的 我问你所有的 你知道的明星成龙也好 张柏芝也好 刘德华也好 他本名叫这个 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 你叫刘邦 你叫关宇 你叫刘备 你知道吗 你除了你父母 除了你欠债 那债权上 你签字的那个 你的债权人 除了银行 你贷款 在那每个月催你还款的 知道你这样的名字 谁都不知道 你叫这名字呀 领导叫你名字的时候 都直接说那个谁 小玩 那个谁 那谁你过来 名字这件事情不重要 它只是个名片 像我出去 我就说最简单的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为什么我没有正规的 起英文名 我以前在国外叫Sky 为什么我觉得 这名苦 一抬头就想到天空 老师都觉得我开玩笑 说你这名字不算 你必须得好好 起个英文名 我就不 我就叫这个 但我现在出国 你看我的短视频 里面的记录 人家问我 你叫什么 我说我叫Hero 因为现在 我现在用的这个名字 是英雄 所以我觉得直译过来 比较容易记Hero 他翻译过来 用中文翻译过来 就是我没有必要 为他们领悟出汤国 我还假不假设 起个英文名 很多的人为了什么 就是出去以后装个B 还他们特意 起个英文名 你的英文名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家里祖上三代 是怎么回事 你在这起个英文名 你就牛逼了 你起什么名字 你改变不了你的出生地 你改变不了 你的出生的家庭 对吧 自己可能能分出来的 觉得在大城市打拼 有了点这个 这么点钱 买了套房 买了个车 不行 我就得把名字 改成英文的 出去跟人说的时候 为什么 然后说话口音也都变了 不是那一套了 然后紧接着开口 都是那种 我从小在国外读书 说话就是这样 很正常的 你他妈回老家以后 你说话你跟你七代姑八代 是这么说的吗 你们家狗 见到你说话的时候 说白了都是戴着 当地口音叫你名字的 你在这装什么孙子 这些东西 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明白吧 你叫什么 你有什么 你穿什么 戴什么 那只是个阶段 最终你有了这一切以后 你需要证明的是什么 我做什么 我能改变什么 我创造了什么